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在游戏中玩修机位角色 像女女啊 机械师啊 这种 但是结局呢 往往不尽人意 如何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修机位呢 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现在 心跳一起 哎 头也不回 马上就走 你看 端走一步 就会被速散来几千连杀 不贪记 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就马上转点到安全的位置 比如说前面这边废墟 对于没有技能的速散来 来说这里就是死亡区域啊 那怎么往旁边走一下 来来来 市场开始愉快绕圈圈了 看一眼有没有带风窗 好吧 带了风窗的话 就要多绕一圈了 今天这两块板子 就是我们的快乐点 来 让我们一起转起来 看我挥手套 不是吧 小黑又换吃刀了 可以可以 我感动了 可是我不是素仔啊 难道我就很不服气了 我玩素仔的时候 被砸断刀器 凭什么我砸别人的时候 就是我吃刀 这就有点搞针对了吧 不管了 继续绕废墟 废墟的板子呢 只有三块 用了一块少一块 还是省着点用吧 刚刚这块板子用掉了 现在也不好转了 来来来 我就不相信跟你博弈不了 算了 垫一下 直接进入板区 看我假装回头 哎嘿 打不着了吧 我让你换吃刀 那有什么换吃刀 不存在的 看这一波能不能整进医院 感觉 算了 他切完小白那只能搬回去了 哎呀 还是没能跑掉小白的40米长刀 不过这一波已经牵制了两台多电机 感觉马上就三台了 这就是作为一名休机位的基本功 好优兵卡巴来救我 直接两个双坛起飞 小伙子我又来到这个废区了 嘿嘿你有本事 完了 这个假伞把我录给疯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波不好走啦 哎呦尴尬 26没溜起来 如果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台电机了 我就不相信这边还赢不了 现在轮到祭司来救我了 用兵和条件事应该在一起修啊 已经过半了 感觉这波有机会啊 好吧 老哥你可以过来救我了 再不来救我 我感觉我就没了 老哥救人啊 喂 刚刚那块板子还在 我可以继续转点的 这不救吗 来了来了来了 喂阿嫂 人家一接速散切换 你怕什么呀 你还怕小黑用铃铛打你头吗 完了 我感觉这把输了 毕竟是速散的开分战呀 哎呀 果然是能平的局 为什么要赢啊 速散再不及开分战 带走一个总可以的吧 没想到我溜了这么久 这样还是个平局 哎呀 这个祭司也太辣 哎 我这都能跳地脚 牛逼牛逼 啊 什么 如何成为合格的修机位 你好 坐在椅子上 看都有操作不就行了吗 修机位 不就是拿来祭天的吗 牛逼牛逼